对外CPT期间究竟能不能回国 回国终于不用隔离了 那小伙伴们是不是终于可以回国了 最近我收到了不少信息 对外CPT期间究竟能不能出入美国 答案是可以的 使用CPT的学生本质上就是全日制的国际学生 只要手持有效的iPhone Visa和i20 就可以自由的出入美国了 CPT学生和普通的国际学生 唯一的差别就是你的i20上 或有一个CPT的信息 显示你正在工作 但是使用CPT工作 是移民局受益国际学生的benefit 完全的合规合法 截止目前我还没有听说 因为手持CPT的i20被拦在海关的案例 但是有些学生在D1CPT的时候 原本的iPhone签证已经到期了 这个时候回中国或者去第三国会有风险吗 这个时候回国实际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每一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领事馆重新签iPhone签证 签证官可能会看到你的CPT上有i20 可能会质疑你去美国的目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我是iPhone的国际学生 我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去上学的 之所以CPT工作和实习 完全是因为这个项目的要求 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并实践所学的内容 只要我们牢记上面的重点 如果签证官问到你为什么一直在工作时 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回答 并提供你的成绩单、作业、项目等一些材料 去佐证你求学的目的 通常签证官都是可以采纳的 但切记啊 签证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让投机取消 欺骗签证官 还有另一个D1CPT期间的回国小贴士 我们选择的回国日期 尽量选择寒假、暑假或者其他假期 不然签证官或者海关 可能会质疑你在上课期间不好好待着 干嘛跑回国 那以上就是我对D1CPT期间回国的一个分析啦 总而言之 如果你F1签证有效 CPT期间回国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你的F1签证已经失效了 那你可能需要好好再准备一下 签证相关的问题咯 好啦 如果觉得我的分享有用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收藏加分享哦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 更多身份被困扰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